算了啦 也不紅啦 講說你們也是偶喔 講了你們還要去查危機百科 算了 算了 不要啦 哈哈哈哈 汽車喔 你面對那種很賤的人 你不爽的人 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對付他 王思佳會直接罵得髒話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會正面弄他 我不會在私底下 就是 我不是那種就是什麼私底下 什麼暗巷找人揍他啊 然後或者什麼私底下 大家去小房間講話的那種人 我不是 就是我會 明著在大家面前講他 譬如說 我這樣講話會不會錯的太明顯了 就譬如說 可能 譬如說可能一體錄影 因為我 從來都不會跟製作單位說 我跟誰 不對喊 我不想遇到誰 因為我覺得 當我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是你的痛點 他就是你的極限 所以 我可以遇到任何人 但如果他不能遇到我 就是他自己的選擇 你上次就跟我們製作單位說 你就是 這輩子不想遇到梁赫群嗎 啊 那我 那我 我不想遇到梁赫群啊 但是 就像他 為什麼要他老婆一樣啊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只是把他 把他心裡話講出來而已啊 因為他不能講 我記得我有一次就是在 錄影的場合 然後遇到了一個女生 我從頭到尾哦 他就坐在我的旁邊 然後呢 呃 他講話的時候 我也會看著他 我會直勾勾的看他 就我不會閃躲他 然後他就會尷尬 因為他就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好像就是表現得 好像他不重要一樣 就是我完全不會受他的影響 我沒有推他啊 我沒有推他啊 我是 有微 有微笑在臉上 然後 可是那個意思大概就是說 繼續說啊 你還有什麼想說的 然後 我知道是誰了 最屌的是 那一集是分享就是那種什麼 戰利品什麼 因為我們分享太多集戰利品了 然後那一集他在講的那個 戰利品啊 哦 就是 他跟某些人出遊去買的那種 戰利品 然後我也知道是誰 我之前還可以這樣講嗎 好明顯哦 很明顯哦 哦 啊 歡迎進來坐啊 他可以坐在這啊 就我從來都不會覺得說 我不能遇到誰 而且 我真的都是跟人家正面對決 因為我覺得 我不喜歡別人在背後講我 所以我也不用在背後講他 那他如果承受不住 他可以先走沒關係 可是 我就是那種遇到了 然後 他敢跟我打招呼 我也敢跟他打招呼的人 因為我絕對不會躲他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氣度的問題 如果我們 小鼻子小眼睛對待人家 哦 哦 我不想看到他 哦 他要離我遠一點 沒有 因為他不是我人生 呃 一個限制 所以 他要被我限制那是他家的選擇 真的哦 但我遇到他 我 我一定是笑容滿面 最近好嗎 然後我遇過他 他就這樣 夏姐好 然後我就說 很好 最近好嗎 哇 要假大家就來講 不用 不用跟我站在邊 就是有的沒有的 我完全不怕 而且 像我 要丟 我就直接在節目上 就直接講出來 就是要丟才對 就是要丟才對 是誰 是誰 算了啦 也不紅啦 講算你們也是 哦 吃人家一刀 算了啦 好 講了你們還要去查 圍姬百科 算了 算了 不要啦 吃吃 欸你到底什麼時候要生啊 7月底 7月底啊 獅子座 獅子生獅子 有了 手爆 你以後會被他氣死 手爆生 會被他氣死 會被死 火猩 於是